这个纸牌防守进攻是什么招式 竟能够直接打床刘国梁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平旁 我们今天开场刘国梁和田奇俊雄的比赛 这是2000年的团体视频赛 视频中南西湖的损失田奇俊雄 他是直排的单面打法 不过他并不是外协会产业的日子 而是中资 田奇俊雄他是出现在74年 和瓜平的刘国梁孔一辉 差不多是同一世代的球员 田奇俊雄他是颗粒打法 不过他并不是这种产业的正脚 而是生胶 游国梁一个连续的全他正手牌 接拿下这一分 游国梁他是直排的正脚快攻打法 田奇俊雄这球是防守耍力条折线 没想到防守光 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折线 这个时候还是可以进行这档发球的 这档是在02年9月份才会废除的 天气俊雄一个非常漂亮的防守光 拿上了这一分 他这个打起来真的是有点横板的感觉 刘国梁对这个球还是看到有些不可思议 刘国梁是正脚起来的一把 不过对手处理的很老道直接抖了回去 刘国梁对天气俊雄的防守攻 刘国梁的防守是比较先进的直排恩打 直排恩打是中文队特有的一个技术 刘国梁打球的时候可以说是逐智多磨 他的这种套路球特别多 现在是第二局15比15 刘国梁是区分1比007 三种带了防守卫的球 天气俊雄一般的是没有侧神正手去进攻 更多的是用了这个防守攻击术 刘国梁是颗粒朝上长度等于直径的一个脚皮 他的速度要比正脚略快 学者天气俊雄一个正手拍击节点得分 他是以20比17拿到了第二局的据点 对于这种正脚切关的半高球 天气俊雄是一旁甩了过去 尽量很高 天气俊雄是个防守孔的直接得分 他的热球打的刘国梁都有些自我怀疑的 刘国梁一个接波特的调打拿下了这一分 前场白色总共对一个有势技术 这个时候的赛支是三局两四米局21分 这个赛支是非常考验体力的 刘国梁现在弱点上是压住了对手的防守位 毕竟他的这种防守孔还是有一定的具顺性 刘国梁发球是投了一个正手的长球 在这档发球的次大这种球是比较常见 对于这场比赛里面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将军下榜流入互动 刘国梁先是决胜局19比9 主要是对手还是没有记好刘国梁的一个罚球 刘国梁才是南平的第二个大马逛道主 第一个是瑞典的瓦尔德内 主要是对手的够来够比赛里面在下落比赛里面